回顾近段时间的微博热搜吧,简直是被明星的阿恨情仇给爆炸了,前有爽妹子和胡彦斌的紧不断里还乱,后有周立波和某某先生的绝美乐恋,还有季凌晨的一次出轨。 这部,今天又来一个瓜,那就是张丹丰以自出轨经纪人比赢,这件事的相关词条,一度顶上微博热搜榜的签略。 张丹丰,于2001年通过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《女人行》而进入演艺圈,2015年应出演《仙侠》是《花千古》中东方欲清一奖而受到关注,并凭该角色获得国际盛典媒体最关注演员奖。 2004年,他在拍摄电视剧《我愿意识与香港女星红心结识》,两人于2009年6月20日,在香港举行婚礼,结为夫妻。 在此之前,红心与中国香港演员莫绍聪相恋,红心为婚线孕,而在怀孕期间两人不到扬镳,红心独自一人产下一子,并将其养大,而之后,红心便遇到了张丹丰, 两人从相恋到结婚,一直十分甜蜜,并普遍被外界看好,虽然期间仍然会和莫绍聪因为儿子问题产生争执直和矛盾, 但两人的儿子莫搞怜,自行改名为张浩连张浩峰而属于跟张丹丰姓,表现了对新爸爸张丹丰的支持。 可见,红心才遇到张丹丰的情路略行坎坷,但是张丹丰给了他真正的幸福,两人先共同抚育着一儿一女,一家人甜蜜和母。 张丹丰在大众心目中,也一直是好老公,好爸爸的形象。 张丹丰,一次出会经纪人事件的导火索,是7月24日,红心在微博上发布的上海迪士尼一日游的三张图片。 在第一张合影中,有火眼金睛的网友认为张丹丰和事件的聚焦人物,经纪人比赢佩戴了情侣手表,而且他牵着张丹丰女儿的手,姿势亲密。 不过娱乐军把图片放大到无法再放大了,还是无法确定,两人手腕上的,到底是不是同款手表呢? 所以到底是真是假,估计只有当事人知道真相了。 这件事一开始并没有扩散到整个互联网人尽皆知。 但25日,有网友到碧莹微博下留言质问他到底是不是情侣手表,而碧莹也是直接的霸气回队,而在回队完网友后, 他还发了一条指向不明,暧昧不清的微博进行调侃,更加让人捉摸不明,而胶片中他所佩戴的手镯正是备受争议的情侣手镯。 在这样暧昧的合影和调侃下,更多的网友开始善网张丹丰及其经纪人之间的事情,于是这件事越吵越热,最终被推上了热搜,也发众人热议。 早在2016年的时候,豆瓣俄组就有人发帖说张丹丰出轨,不过因为当时没有实锤,所以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水花,楼主反而被网友说是捕风捉影。 而到了2017年,又有人在这则写字下,更新了李一四诗锤的内容,这下子便引起了小范围的关注,通过翻阅张丹丰以往的微博。 娱乐军惊奇的发现,其实广大网友早就对张丹丰和他经纪惹泼,用了一词。 比如今年1月12日,张丹丰发布了一条祝贺碧莹生日的微博下,网友们是这样说的,碧莹对张丹丰这条生日祝福的回应中的爱心,更让广大网友感到惊讶愤怒。 而经纪人碧莹的微博,几乎是三句话不离张丹丰,张丹丰的本事对此也不太高兴,直呼请您自重,请你已婚来是保持正常距离。 不仅如此,神通广大的网友们还扒出了张丹丰和碧莹之间无数的痛快,大概是抵不住舆论的压力了。 经纪人碧莹在29日昨天下午在微博发表了一篇题为《赤瓜群众记》来做的文章,在文章里,他对引发争议的舆论点,一一进行了解释,碧莹先是解释了情侣款的事情。 比如张丹丹丰发过微博的那张电梯偷拍中,网友们发现两人佩戴着情侣戒指,但碧莹解释说,我的戒指我戴了好多年,风哥的戒指是新姐给他买的,品牌样子完全不一样。 还有碧莹摄自拍中的手镯和张丹丰的手镯,碧莹解释道,我的戒指是新姐帮我买的,风哥带的是新姐的,而针对同款鞋子,碧莹则说是小将鞋样子都差不多,那年流行,谁都穿。 碧莹银鞋的款式也很单一,经典款也差不多,不过我俩鞋不一样,只是品牌一样,至于依次同款的衣服,碧莹解释道,孤沉道,T恤和卫衣前面logo都这样,我的前边是蜻蜓,买之前嫌贵,但是新姐说挺好,看我就买了,风哥的肩膀大花,是新姐给他买的。 提到整个事件的导火索,迪士尼合影,碧莹说风哥的东西,无论项链还是手表工作人员,都是戴在身上,这样最不会弄丢不会关花。 至于站位问题,碧莹解释说本来合影就应该引人站中间,处理站旁边,而又不能三个工作人员都站一边,所以他就站在了张丹丰的旁边, 而牵着张大丰小女儿的手,也只是单纯因为和小孩子关系好,疼小孩,面对网友们对跨年夜碧莹站在张大丰旁边,并且两人同样拿着爱心气球的质疑,碧莹则说,因为气球是发的,给啥拿啥,不存在什么故意拿同款爱心气球。 碧莹在2016年7月发表了一次微博,附上了520元的账单,和账单封微博粉丝520万的截图。 这条微博也成为了这件事爆发后,网友们的一个愤怒点,而碧莹解释道这条微博我是发给风鸟的,那天吃饭也是我和风哥心间我们撒,买单时候正好520块,风哥微博粉丝数也是520万。 我就说给粉丝发个福利吧,没了,在文章的最后,他为自己对网友粉丝们怒言相向而道歉,并解释了他与张丹丰夫妇的关系,声明我和风哥之间,只有之与之恩没有爱慕之情。 而张丹丰的妻子洪心,大概也被这件事的发酵速度给吓到,在今天上午发布了一则简短的微博声明,让大家抱心三人的关系。 在红心的这条微博下,网友针对共住酒店的问题提出质问,而红心也对此大方的进行解释,并宣抽我在的时候,他也是喜欢早穿着玉桃跑到我们房间的。 说实话娱乐军看到这个回应还是有点吃惊的,毕竟再怎么说,看着玉桃走动还是不大好吧,不过再怎么说,这也是人家的家事。 任何捕风捉影的证据,也都还没有真正的实锤,只能说,工作是工作,生活是生活,明星和经纪人之间,还是要有分传的呀。 这完,我得编辑,王灿林